在闪耀的新谷里,绚烂的彩妆永远是时尚的焦点。 每一张三集,每一季时尚秀展,艺人们的造型总能造成一波波的风潮。 而实际上幕后的造型师及彩妆师才是时尚潮流的真正推手。 Maybom香港新级专业化妆师,拥有将近十年的专业化妆经验,在英国著名专业化妆学部留学深造,回港后迅就成为新级专业化妆师。 Maybom表示,想要成为专业化妆师,除了要有专业化妆技巧外,对于美学的欣赏以及彩妆流行眼镜过程的了解都是成功的关键。 Maybom香港新级专专专业化妆师,我建议他们多去研究一些夸张的历史。 比如说中国人,我们历代的妆容,比如说清代唐代什么,因为其实以前的妆是很直接的影响现在的妆,所以这个我觉得除了学艺定的夸张继续以外, 很多的不同的文化的美,你要去研究,然后去看多把自己的眼光去更加的开矿,然后对美的观念更感觉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。 一所专业的化妆学院,除了要有全单位的课程规划,更应该兼顾学员的艺术敏感度,让学员可以发挥创意潜能,培育出独一无二的风格与创作技巧。 一个好的彩妆教室呢,其实它整个环境呢,一定要让你感觉到很舒服,那灯光是不是符合你彩妆的需要,那这个是很重要的,因为其实彩妆跟灯光有很大的关系,那至于我们师姿方面呢,你也应该要询问一下,这些师姿是不是真的有从事这方面的资历,那你可以去试着去看一下他们的作品,那是不是真的是像可能你电话询问中的,有这些作品, 有这些经历,然后呢,在课程方面呢,是不是走全方位的,因为全方位的话,你可以去选择说,你将来你的出路,你可能电视,或者是杂志,或者是电影,平面,广告,所以这真的是你所需要的,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。 新级创业彩妆师之所以能够辈出,除了具有专业,特殊的观点外,多年的实战经验,更是他们展现出不凡的技巧与实力。 好,我进入这一个行业,已经到今年已经34年了,那我当初进的这个圈子也就是,因为香港很有名的一个导演李汉祥,对,李汉祥到台湾来,然后开办了一个国联,国联营业公司嘛,那我们以前就是跟着师傅学,那师傅刚好又找一个助理, 那我的姐夫刚好在这,也是在同行,在这一行做灯光是吗,然后他就介绍我给师傅,然后就进入这一行,一直照,做到现在已经34年,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,就是拍戏其实蛮辛苦的,蛮辛苦的,所以我们要,年轻人要进入这一行啊,我们真的要有一点耐心,要有信心,然后要要,平常就是要多观察了,对,对,对,也要, 怎么讲,就把自己的专业的态度要拿出来,我个人做了这个彩妆将近有,十六十七年了,那我一般做的,就是项目大部分都是以,有艺人的彩妆,像电视节目啦,还有唱片,还有杂志,还有秀场的东西都有,其实要成为一个全方位彩妆师,其实就是,你要从,从零开始,整个所有, 就像我们学你的,有从初级,中级,到高级,这样整个过程,你都学会的话,其实出去的话,都可以全方位, 我觉得,当一个整体造型师要具备就是,你要有很敏锐的一个流行感,然后你要非常注重色彩搭配,当机流行的服饰,或是一些国外的资讯, 那我都要在一个最快的速度,然后去了解一下当机需要什么这样的流行 香港时尚之都,一向鼎领星光时尚潮流 台湾专业化妆学院将香港完善的教学模式及理念引入台湾 希望能为台湾教学市场迈进另一个新的纪元 带领更多对彩妆有兴趣的人走向专业化 想要轻巧的贴近时尚,创造下一波星光潮流 选择专业优质的彩妆学院,您将成为下一个推动时尚潮流的幕后推手